HELLO 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看日本的溫泉酒店 今次總共會看三間酒店 第一間是位於岩手縣宮古市正土之賓的Dirt Park Hotel 第二間是位於一關市的果實之深 第三間是位於鵪叔溫泉的長榮館 HELLO 轉眼我們又離開了我們的露營車 現在進入了靖海之濱The Park Hotel 這個酒店最大的賣點當然是看到靖海之濱 靖海之濱有多美麗,我們馬上看看 其他的東西我一會再介紹一下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位置給你去T一T 這裡有一個轉角窗 轉角窗你就可以... 嘩... 飽覽到啊,你看看前面 前面那個就是靖海之濱 這個... 這個地方,很漂亮 好啦,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 看這邊... 嘩... 這個浴室 這個浴室呢... 這個浴室呢... 這裡就是廁所... 嘩...自動打開了... 這個廁所... 好害怕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 看... 靖海之濱 之餘呢... 還可以在這裡浸浴的... 神經病 好啦,而且呢... 臨浴用品呢... 都很齊備啊... 在這裡... 嘩... 嘩... 好啦,我們看看其他的... 用品啦... 這裡有... 不同的茶具啦... 雪櫃啦... 雪櫃啦... 有沒有東西的呢... 應該都沒有... 沒有東西... 好啦... 睡覺的那些衣服... 還有... 有不同的毛巾... 好啦... 這裡呢... 就有... Welcome 的福餅... 是啦... 可以買來吃的... 好啦... 那...介紹呢... 就是這麼多啦... 我們去到靖海之濱... 給大家看啦... 早餐會場... 除了有無敵大海景之外... 都是一般的... 日式自助早餐... 可以給你自製海鮮當的... 喂... 這裡剛才不是拍了咯... 不是呀... 你知不知道... 現在這個景是凌晨4點... 日出景來的... 是不是很神奇呢...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 另一間酒店... 叫做果實之心啦... 那果實之心呢... 其實呢... 非常之划算啦... 因為呢... 連一個... 很有名的湯... 叫做桃枝湯... 不過我現在... 帶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 好啦... 那我們今天間房... 就是這樣的... 有... 一張雙人床... 和一張單人床...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廳... 那... 都很大的... 很長的... 這個廳... 那... 有... 比較少見的... 日本的大電視... 因為他們的電視通常很小的... 那... 就是有雪櫃... 那... 那... 這裏呢... 其實就可以讓你... 去... 去... chill一下的... 有這些... 的... 的... 可以讓你坐... 也都可以讓你... 在這裡... 觀望日出啊... 或者是日落... 這裏... 不知道是日出還是日落呢... 一會兒研究一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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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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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空氣 aún生機... 有一個... closed 那... 那 endo... 那... 那... 漂亮... 那... 那... 我們呢... 那... 那... 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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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點就是有斯加湯 如果你不喜歡泡湯的話 這個斯加湯就適合你了 這個是增溫泉水 不是開的溫泉 很棒吧 我們再看看用品 這些用品都很齊備 準備的毛巾都很齊備 這些化妝用品 這裏就著名告訴你 這裏的水喉水是可以喝的 我懷疑就是這裏的山水 這裏的水喉水 最後呢 這裏就是 toilet 好 你說是不是很棒呢 這裏的房間 這裏的早餐會場 是每個房間有一個包廂 大大保障你的私隱 就可以了 有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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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間長榮館見到外形都嚇一跳 究竟有沒有伏呢 今天來到這間溫泉旅館 就是位於鵪叔溫泉的長榮館 其實它都有一段歷史 所以我很擔心它是不是很糟糕 我們今天住在這個呼雅的一個室 類似和式大廈 是不是真的沒有和式 我們進來看看 我們進來之後 這裡有一門 直通廳了一會兒去看 我們轉左看看 現在我們這間就是房間的位置 這裡呢 等一下 就是一個浴室 它是沒有私家湯的 要是浸空湯的 可以洗澡 這邊有一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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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是 這邊有一個房間 很明顯是 這裡就是睡房了 睡房 廣場呢 就是 通有一個露台 那露台呢 我就不出去 因為外面有很多昆蟲 在裡面 也都沒有什麼風景 因為它剛剛側了 被一些樹蓋遮住的風景 那這個溪 好了 我們進來這個客廳看看 好 我們這裡呢 看到呢 客廳呢 有很多 哇 很傳統的茶眼具 可以 沖茶 有 有 咖啡 那些東西 這裡有雪櫃 好了 這裡有兩張 可以呢 給你 晚上 不過呢 可惜 那些樹蓋遮住了 那你其實呢 就可以 晚上在這裡 這樣 看著 天啊 那些樹蓋遮住了 對不起 好了 我們看看客廳 其他位置 那這個客廳呢 是一個 和室的客廳 來的 很大 如果你整個人 你這裡 其實都可以 可以睡的 因為它這裡 可以讓你帶 榻榻米 那 不知道他有沒有準備到 床鋪呢 哦 這個沒有準備到 床鋪 但是呢 這裡就有 浴衣準備了 嘩 我們來看看 那些浴衣 好像是肥 那些浴衣 嘩 這麼多 四層啊 四層 有 嘩 嘩 嘩 很誇張 四層 很誇張 對了 這樣 先打開 先打開 客廳 就是這麼大 那 這裡呢 打開 就是我們剛才的 那個門口 來的 對了 用紙門 用紙做的門 因為 做把鎖 其實都 很搞笑 我覺得這件事 對了 這裡就是這樣了 長油名館 咦 原來呢 這裡還有一個鬼人 才看漏了 嘩 裡面全部都是被鋪 來的 足夠你呢 一家幾口 都在這裡 榻榻衣 也可以 睡床 也可以 另外 早餐方面 由於客人 較少的關係 這裡就沒有提供到 泡妃 但是呢 它仍然會提供到一個很精美的早餐盒 其實都很漂亮的 三間酒店 你又喜歡哪一間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和share 多謝你 拜拜 好